中午已经抵达了桃园 可以看到麦克风手 就是前桃园市长郑文采 带兴德车队扫街第四天 进到北台湾 听到老市长的声音 桃园市民很捧场 整条街站满支持群众 桃园的民众送上好彩头 上午则锁定对手 柯文哲的家乡新主事 带兴德 动赛林志祺 动赛 沿路民众热情 挥琴呐喊动算 还有人举起民主路的大路牌 或是高举总统好 加油送暖 让赖清德好心情藏不住 只不过一被问到 前总统马英九谈两岸关系 要相信习近平 让赖清德立刻回归严肃 马英九的主张跟时代 已经过去了 历史已经翻开新的一页 马英九忽略了一件事情 马英九跟侯友宇 所主张的九二共识 已经被习近平多次公开定调为 一个中国原则 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 换句话说 九二共识这一条路走到底 台湾就跟香港一样 从两岸 国际关系到对内政策 赖清德想入主总统府 还有两天时间 持续冲刺替选情加温 三地新闻周熟军成军节 在桃园新竹采访报